这个姓氏人口差不多一亿,却几千年都没出过皇帝,什么原因?王侯将相,宁有种乎。 陈胜阵地高呼,揭开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序幕,尽管未能完成法务道朱暴秦的目标,但是从根本上动摇了秦朝的统治根基,自陈胜吴广起义之后,凭借自身努力改变阶级,甚至成为最高统治者的思想,变得深入人心。 在此之前,贵族的后代还是贵族,奴隶的儿子仍是奴隶,底层民众不敢奢望去提升自己的身份地位,更没有人敢于推翻现有的统治阶层。 春秋战国几百年,各诸侯国大都市死于外国吞并,而含有以下犯上改换国民,暴力取代君王的现象,而从秦末以来,权臣政变,武将叛乱,百姓造反的现象不计其数,这才有了汉。 晋、隋、唐等一个又一个的朝代,除了这些大一统王朝,还有不少自立为帝的割据政权,因此很多姓氏都或多或少的出过皇帝,而这个姓氏人口差不多已,却几千年都没出过皇帝。 什么原因?探寻历史中的宝藏,点击订阅纵观史书《皇帝轮流作》,核实到张家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。 既有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,也不乏权臣武将政变而荣登大宝。 其中,汉朝的建立者刘邦与明朝的创始人朱元璋,都是出身于韩威的社会底层。 刘邦本是小小的亭长,在押送民夫的过程中,因不少人逃跑,无法按量完成任务。 生性豁达的他,索性把手下的壮钉全部放海,留下几个心腹在盲荡山中打游击。 后来,刘邦投奔了重新建立的楚国,并接到了进入关中的主线任务,楚王立盟称先入关中者为王,而刘邦当人不让地成了汉王,在经历了楚汉争霸以后。 刘邦终于统一全国,成为中国第二位开国皇帝,公元六年,外戚往往公然篡汉,改国号为新,视为新朝。 可是,王莽的统治不得人心,以至于人心思汉,刘邦作为刘邦的后裔,通过不懈努力终于恢复了刘氏政权,顶都洛阳,史称东汉,正因为汉朝的存在,所以才衍生出了汉族,汉语,汉文化。 刘家的影响力绝不仅限于此,即使东汉覆灭,自称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,还又在川属重建政权,自称为汉,人称属汉。 当然,刘家人建立的政权绝不止征硕之汉。 在永家之乱以后,匈奴人刘渊还又建立起了政权,史为汉诏,后来又有了成汉,五代十国时纪,刘之远先是沿用石敬唐年号,后来又将国号改为了汉史称后汉。 后汉分裂,刘之远的弟弟刘崇又在太原称帝,史称北汉,除了北汉以外,还有南汉,其抵御涵盖广东,广西,海南多省,也是刘家人创立。 总结而言,如果政权的创立为刘姓,大都会使用汉为国名。 当然,南北朝年间,刘豫的王朝就没有以汉为名,而是用了宋,也就是刘宋。 据统计,刘姓建立了大大小小九个王朝,君王有六十六位之多,其所有政权存在时间总和,高达六千四百六十万。 除了刘姓以外,李姓建立的政权也不少,其中最为文明的当属李唐王朝。 李渊本是隋朝的封疆大吏,还与隋扬帝有亲戚,相传,他还是汉朝大将李广的后代,打虎亲兄弟,上阵父子兵,李渊在赐子李世民的帮助下横扫各路诸侯,结束了隋末乱世。 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志和李隆基开创的开源盛世,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 而且,唐朝的服装、狮子、乐曲等各类文化非常繁荣,以至于现在都有很多国家把中国人称为唐人,在很多繁华的外国城市都有唐人街的存在。 其实,唐朝并非李姓建立的第一个政权,西梁才是。 李渊的老祖宗李浩,早在十六国时期就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,隆系李氏后来的繁荣也与李浩奠定的基础不无关系。 在李唐覆灭以后,沙托人李四元又以唐朝正统自居,也沿用了唐的国号,史称后唐,与李四元同一时期的朱温,则建立了梁国,是为后梁。 朱温退出历史舞台后,朱姓又一次建立政权,就到了元末时期,朱元璋的出身相比刘邦还要落魄,在那个民不聊生,哀瓢遍野的年代,朱家老小也为饥饿而死伤大半,朱元璋在郭子兴障下。 凭借战功积累威望,终于成了元末诸多割据政权中的佼佼者,并建立了大一统的明朝。 赵姓作为北方地区常见的姓氏,也曾缔造过王朝宋朝,宋太祖赵匡印本是后周的部将,在周世宗死后,陈桥兵变,黄袍加深,并最终统一全国。 宋朝与前面的汉朝,晋朝一样,都有过断代,在晋康之乱以后,灰心二帝被俘虏至金国,康王赵构在南方又重建了政权,史称南宋,除了刘,李,赵,杨,诸这些常见的姓氏外,一些人口不算多的姓氏也出过皇帝,比如孙氏的东吴,曹氏的曹魏,司马氏的晋朝,柴氏的后周。 福氏的前秦,姚氏的后秦,石氏的后赵,后晋,染氏的染卫,黄氏的大旗等等,而张姓在全国人口普查中,占到了第三,只落后于李姓,王姓。 总人口达到了0.945亿,2019年公安部护政管理研究中心的数据,应该说,如此高的人口占比,产生皇帝的概率将会很大,但是古往今来,张姓却从来没有出过人家。 真正意义上的皇帝,张姓的来源,有多个分支,第一个分支,是源自于姬姓,皇帝的孙子张辉,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是,在河北清河县繁衍,所以,有天下张姓出清河的说法,第二个分支,就是改姓。 比如,张辽原本姓聂,也为祖先聂一发动了玛义之谋,为了避祸,所以改了姓氏,还有一种情况是次性。 比如西南蛮夷酱长龙幼呢,在归附属汉以后,诸葛亮赐予其张姓,于三国时被属相诸葛亮次姓张,以后其子孙便以张为氏。 当然,一些少数民族在汉化以后,也会选择以张为姓,这种现象,在乌环、女真、贤卑、匈奴、契丹都有存在。 至于张姓为何没有出过皇帝,民间的说法是,玉皇大帝源自于张氏,因此凡间不能再出姓张的君王,初次见面互相介绍时,问他人的姓氏,总是会说, 宁贵姓,一般在回答之前,会在自己的姓氏前面加上免贵,以示谦逊。 比如免贵姓王,免贵姓刘等等,按照传闻,如果自己姓张,则不需要说免贵,直接回答姓氏即可,这同样是因为玉皇大帝,姓张的缘故。 关于玉皇大帝的来历,一直是众说纷纭,道教经典,高尚玉皇本行吉经称,玉皇大帝本宁张自然,她的母亲,乃是浩天上帝和姚池金母的女儿。 张自然之父,则是吕洞宾做下弟子张宇正,张自然的出事让母亲犯了天条,故而遭受劫难,这无意中替浩天上帝化解了劫难,因此,在浩天上帝的安排下,张自然成为了玉皇大帝。 还有一种说法是,江子牙在赤丰诸神之际,在一阵忙活之后把仙斑全部点起,唯有玉帝之位仍然空着,江子牙的本意是留给自己,不过江子牙不能明说,只好等着众位仙家一起劝敬,不过,有位神仙未能领会江子牙的意图,不识趣地问了一句,玉帝之位还空着,有谁来做?自然有人来做。 说完,江子牙捋了捋胡须,话音刚落,人群中突然窜出了一个身影,直接坐在了玉帝的金椅上,还拱手对众人说,我才输学钱,实在难堪众人,不过,既然是大家推举上来的,我也不好才推托。 江子牙勒令道,舅舅,胡闹也要分场合,赶紧下来,原来,这跑到玉帝座位上的,是江子牙的舅舅,张自然。 听见外声让自己下去,张自然阵阵有词地说,刚才你说自然有人来,而我名为自然,自为有人,这说的不正是我吗? 一言即出四马难追,江子牙也没想到,自己忙活了半天,竟然给舅舅做了嫁衣。 当然,还有一种说法是,玉皇大帝乃太白金星选出来的,传闻自开天辟地以后,三界茫然无序,急需一位统治者来领导大家,此人必须张弛有度,且富有悲天闽人之心,还要做到不偏不倚,具有很强的公信力,太白金星负责下凡考察。 可找了又找,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,后来,他走到了张家寨,寨主张白忍威望甚高,而且忍耐力极强, 很有名气,在经过一番考察之后,太白金星推荐张白忍成为玉帝。 不过,也有说法称,张白忍之所以叫白忍,是经历了十万零三千二百节后才修成了正国。 总结而言,虽然关于玉皇大帝得到的故事各有不同,他的姓名也众说纷纭,但玉帝姓张这件事,是得到了普遍认可的。 其实,历史上的张姓虽然没出过皇帝,但也曾建立过一些政权,有过不少割地的藩王。 比如苍天已死,皇天当立的皇金军领袖张角,与福坚抗衡,自称秦王的张鬼,乌环王张超,无上王张俏,以及与朱元璋同时期的张世成和明朝末年的张献中,虽然只是自封为王,而没有自立称帝。 但在自己的政权内部,他们就如同皇帝无义,不被承认的张姓皇帝。 其实,在两宋交替之际,张氏也曾建立过政权,并且创始人也封了皇帝,该政权的疆域面积,基本涵盖了北宋时期的整个北方地区,这一政权国号处,人称为处,缔造者为张邦昌。 张邦昌是亲宗一朝的少宰兼中书侍郎,曾深度参与过靖康合议,不过因为弹劾不利而遭到贬折,这种城下之盟终归是无法长久,当金国的铁蹄踏破汴梁城门,俘虏了赵宋王室和大量的王勋贵胄以后,汴梁城内还有部分官员,而张邦昌正是其中之一,当时的金国虽然兵强马壮,但是人口并不多, 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占领黄河以北,所以金国计划扶持一位傀儡皇帝,替他们维护在占领地的利益,并且向其缴纳遂供,当时宋朝臣民们一致要求,复立赵宋王室为帝,但金国人并不愿意,在经过商议之后,残宋内部和金国达成一致, 拥立张邦昌为帝,张邦昌明白,自己一旦当了这个皇帝,就成了国家的罪人,成了所有民众的公敌,所以他称并拒绝,甚至是以死相逼, 可架不住金国的屠城逼迫,张邦昌无奈之下,终于选择登基,登上皇位以后,张邦昌如坐针毡,在文德殿办公,皇帝的办公地点为紫纯殿和垂拱殿,将办公桌椅膝向放置,皇帝的座位是南向放置的, 而且,张邦昌不以朕自称,而是称与改圣旨为首书,在金国大军掳掠挥迁二帝北反时,张邦昌一声高速,替此横流的摇摆,因此,张邦昌虽然当了为楚的皇帝, 但依然把自己当成宋朝的官员,在金国人撤走以后,张邦昌还是毅然决然的把政权还给了赵家人,张邦昌当然清楚,自己虽然在位期间,从未有过僭越的非分之举, 更没有颠覆政权的想法,但自己毕竟当过皇帝,赵家人复礼以后,肯定会对自己下手,果不其然,赵狗先是清除了张邦昌的党羽, 而后将其赐死,张邦昌虽然当了皇帝,还是从北宋的手上交接而来,但他毕竟是金国人策利的,在位时间又只有一月, 所以并不算是真正的君王,总结而言,在历史上的长河中,改朝换代,君王交替常有发生, 但百家姓中有过自立称帝历史的姓氏毕竟是少数,尽管张是人数近一亿之多,古代也有不少张姓, 但人口的多少,并不能作为是否会产生皇帝的根本。